国立空中大学又开始招生了 凡是高中职毕业资格 即日开始受立网络和通信报名 空大还设有大学部及专科部六个学系 让大家可以选读 要进修的民众及社会人士 空大是终身学习的好地方 想要进入终身学习行列的乡亲们 可以把握机会了 国立空中大学109选年度 上学期开始招生了 并且有专科班和大学部 供想要进入生学的乡亲们 不错的学习方式 执行长林坤正表示 空大提供完善的生学环境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终身学习 109年度上学期开始招生了 报名日期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6月32日为止 万一错过这个时间 请在7月11、12两天来现场报名 现场注册选课 那我们空大有六个学系 人文学系、社会科学系、商学系、公共行政学系、生活科学跟管理资讯 那专科有五个科 那么就是公共行政管理科 然后综合商科、企业管理科 还有社会工作福利行政管理科 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事业管理科 所以我们有六大学系五个学科 那采用的方式是网路报名 所以你假如要练空大 就可以现在开始打开电脑 然后打国立空中大学六个字 进入我们空大的首页 有一个我要报名的地方 那就可以点进去 就有相关的资料要你填写 那填写好了以后 你按一个送出 你就是准空大生了 所以我们非常弹性多元的开课 那除了我们六大学系五个学科 让同学来选课以外 我们在花莲地区还开了很多的专班 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专班 在我们花莲中心有公共行政学士专班 还有管理资讯学士专班 另外在我们凤林有生活科学系的学士专班 在义里有公共行政的学士专班 所以在花莲地区都很方便让大家来学习 那究竟来充实自己来增加职场的竞争力 所以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加入我们空大 共同来营造一个书香的家庭跟书香的社会 所以我们有三句话是我们空大的特色 第一个就是人人有书读 只要你年满18岁就可以念了 第二句话就是时时可学习 只要你有30分钟的空档 就可以读空大的一个单元 然后最后就是处处是教室 只要你把手机把电脑带到哪里 那个地方就是你的教室 所以空大是一个多元 然后客制化非常的弹性的 可以来为大家来开课 那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很夯的一个叫做社工专班 所以假如说有人想要从事社福方面的课程 或是未来想要考社工师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社工专班 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到 议定要开社工八班了 所以非常热门的一个科系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学分班 就是国家考试的 叫做测量人员的公务人员考试班 那一年分两个时间报名 春季班秋季班 这个入籍率非常高 同学也非常的认真 所以到目前已经有100多人考上公务人员 所以在这么优质的校园里面读书 真的是可以营造 这一个完全读书书香的一个气息的一个地方 所以空大欢迎您的加入 那我们的恰行电话就是8222148 8222148 所以所有的花莲乡亲们 欢迎加入空大 左进空大 学习就在空大 空大有六大学习 让乡亲前来选读 想要进修的学生们以及社会人士 空大是终身学习的好地方 记得转移考试不到